耶稣基督没有拦阻你审判人 耶稣基督没有拦阻你定人的罪 耶稣基督没有拦阻你要批评别人 你可以讲 你讲的有道理吗 请问你对别人这样严厉的批判 你对自己是不是随便的放过呢 你对别人求之以义 你对自己设之以怜 你这样做是义吗 这是不义的人偷用公义的原则 代替公义的义者 作为公义的奴仆 不义的人怎么可以做义的奴仆 没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不知道定罪是可以的 但你知道不知道有比定罪更高尚的一个层次 叫做怜民吗 因为怜民是像审判夸胜 大家说怜民是像审判夸胜 你怎么做来做去 度来度去 研究来研究去 听到听来听去 结果变成一个专审判人的人 今天听我讲到的有个毛病 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开始 做他们牧师的审判官 起初来听唐牧师听得很困难 很难懂 结果听到听懂了以后 把什么牧师都看不起 你因为听了几篇我讲得到 就有权柄做变成牧师的审判官吗 谁给你的权柄 你说是啊 他讲得不好吗 你为什么知道他讲得不好 莫非你里面有一个好的标准 你的好的标准是你所达到的 或者你所听到的 你听过好道 不等于你已经跟好的道连在一起 你听过不可犯罪 不等于你已经没有犯罪 而你听过好的东西 作为你的标准衡量别人的时候 也就是你看自己比那个人更高 也认为你自己跟义已经连为一体 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不因为你听得到听了多少 你就变成那么高超的人 人的灵性不在乎他听多少 人的灵性不在乎他吃多少 人的灵性不在乎他信多少 人的灵性更不在乎他讲到讲多少 在乎他行了多少 你自己没有行得到的 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你岂可能有这样的胆子来追逃别人 要别人做到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多谢